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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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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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加水了吗 这是你妈 叫你拿来签字 我 我没有办法 我来写 你赶紧去预损手术倍的钱 你赶紧去预损手术倍的签 第一次现在情况很危险 不能等知道吗 你赶紧去预损手术倍的签 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一直好好照顾我 给了我最多的爱 我坚信 他不会主观 故意换了我跟黄米明 或许 后来的某一时刻 他已经发现 我不是亲生的了 但他对我的爱 已经不想让他 去追究所谓的真相了 您 不也是一样吗 如果让您 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虽然不是亲生 但却强能亲生的 黄米明的生命 我相信您也会不顾一切的愿意的 你们两个都是好妈妈 一个生我们 一个养我们 我相信 黄米明全下有知 也无悔您这个妈妈 谢谢妈妈 谢谢您把米明的费用 给了我们 我真不知道 该怎样去形容 对您的亏欠 杜妈妈现在受到各方压力 病情加重 医生说 也就这一两个月了 我会陪她到最后一段 直到一切结束了 妈 我会回到您身边 用我坚后余生 来请儿子的孝道 请您原谅我 您的儿子 庞蓬 张总 有您的一封信 行 这可爱啊 你打击太大了这是 细达 你是个好孩子 阿姨谢谢你 现在 有蓬蓬陪着我 我很幸福 闭歉 吓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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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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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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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吗 我不让你带孩子来这个游乐场 对不对 就不听我话 对吗 我说话放屁呢是吗 我们回家再说 你别动我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天天往这儿跑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老钱脸点事 你放屁 不是 你干什么呢 打女人呢你还 你是谁啊你 怎么着 怎么着 这 过去 你 我让他 你打死我 你不是说要做亲子鉴定吗 做 必须做 必须做 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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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快 慢慢来 快 慢慢来 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们加班 没事 不过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老公叫大雄是吧 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长话短说吧 就是我和大雄 结婚生孩子之后 我们感情特别好 谁知道隔壁老李的一句话 让大雄心里犯了嘀咕 什么话呀 他说你们这孩子怎么长得 越来越像隔壁老钱了 不会是怀孕的时候 贴着老钱的照片 天天看着了吧 大雄还上去的 我都不伤心了 一天到晚跟我叙叙叨叨嘟嘟囊囊的 还让我承认我跟老钱有一腿 那你们早该来做亲子鉴定了呀 拖那么久 是啊 我心里没鬼啊 可是这事传出去 街坊邻居知道了 指定该怎么想我呢 再说了 孩子长大了 如果知道 爸爸曾经怀疑过自己 指定多伤心了 那你今天肯来是相当勇敢 我豁出去了 要不然一辈子赌不上 王大雄那张破组 谁看 哪儿 哪儿 这肯定不是我的报告 哪儿 哎呀 吴晨晨 吴晨晨 滚 你赶快 你赶快带着孩子啊 你赶紧去那儿 追那儿点 滚 别哭了 别哭了 哭得我心烦 张旗达 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给我推钱 推钱 要不然我把你们所砸了 砸了 退退退退 我那个山姐啊 这钱我给你先垫了 但是 你也得跟孩子做一次亲子见丁 什么 我也要做亲子见丁 这是我亲儿子 我为什么要做亲子见丁 就您这暴脾气 不是 我说您在古代 肯定这种脾气就是一女侠 你 像你这种性格坦坦荡荡 有什么说什么 我张旗达拍着胸腹跟您保证 我相信您 你跟老钱绝对没有办毛钱的关系 对啊 对啊 山山姐 要不咱俩打个动 你把这亲子见丁做 这请我也帮您垫上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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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咋 又熬夜学小说了 没有啊 我 我看书呢 师傅 我不跟你说过吗 我现在要全面地彻底地学习去如何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亲子见丁师 行 那回头考考你 考考我 我 我这个嘴呀 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 这孩子也不是你的 行 我 我 我就说你不会有事吧 不错啊 那这 那这孩子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 那这孩子是谁的呀 那我们孩子呢 我们孩子在哪儿呢 对对对 首先啊 把我们两单备用结了 哦 那必须的 其次 想办法搞到那个老钱的样本 什 什么样本 张细达 回答 首先呢 肯定有血液 还有牙刷 指甲盖 头发五肝 带毛囊的 带唾沫的烟头 还有口香糖 这些应该都可以提取到DNA的 那就是了 拿到样本之后 马上跟孩子做补顿 如果孩子就是老钱的 那老钱的孩子就是你们的 你们之前是不是差不多时间 在同一个医院里边一起生孩子 对 我们家附近是有一个妇产医院 我们邻居好像基本都在那生的 是 是 行 赶紧的 拿药本去 拿药本去啊 我先来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太谢谢你们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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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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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真是的 老钱 你拿这么多东西我来偏你缘法 不是 我 我是 老险你 你老的孩子真的在这儿 听我说你别跑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我拿着东西来 我跟你说我真是来跟你说 你 你怎么办 大雪 你真是过来道歉的吗 大哥 我带这么多东西来 我不是道歉我干吗 来老险 你开这么大厂子 你咋还欺利欺美啊 估计跟什么就完了 这不就是吸引卡来的吗 我扔一地 对不起啊 我这还能一个个剪啊你 这么大个人了 你说你什么他干啥你 头发五官 带头发 是是是 你干啥 你干啥 小八 这废话 真给你们嚎一下 是啥 是不是 他突成这样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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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啥 啥味 榴莲 你 不吃榴莲 不吃榴莲 好 走走走走 刚才师傅说这个剪材的剪出率极低 什么意思 那颗榴莲糖在老钱嘴里停用时间太短 加上大胸用手接了一遍遍遍再放在那个袋子里 所以DNA细胞含量少可能不宜检除 他怎么不多高点啊 他怎么不多高点 你摸我干嘛呀 不拿着呀 别瞎吃 别担心 这二小问题咱们索然能解决到 你把内饰器里非常陷进 灵密度高 电用时温度控制好稳定性强 所以应该能检测出来 再说 咱们您说姐多厉害呀 这点事难不倒她 她呀你俩还会人工副解一遍 原来我买的设备这么牛呢 看来我跟她强强联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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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 鉴定结果表示 孩子确实是老钱的 你们赶紧通知老钱 带着他的孩子到中心来一趟 对啊 万一他的孩子是咱们的呢 可是孩子咱们要了那么多年 就跟真生的一样 好了好了 你想想 咱们的孩子不也等着咱们的吗 对吧 这种罕见的群体暴走孩子事件 发生在当时医疗条件尚不完善的 城中村卫生院 幸运的是 胡珊珊和大熊的孩子找着着 但 所有的家庭 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 改变了人生轨迹 面对无比心痛的抉择 我有时想 如果不做亲子鉴定 一切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造成悲剧 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而事实上 有很多的家庭 最终都没有来做鉴定 你还在找那家医院的受害者 不会真的是因为我说的KPI吧 怎么可能 我就在想啊 这新闻太劲爆了 可以做素材 值得什么 那你这是碰钉子了 就前面这几个人都还好 但是最近开始 好多人都不愿意找回自己的青生孩子 师父 为什么呀 也可以理解 毕竟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真查出来之后是换还是不换呢 你看胡珊珊 其实她自己都很犹豫 师父说得对 这种事是不是没那么常见 不常见 这十年里 光是经我手给出的非亲生鉴定 两千多个家庭 师父 真有那么夸张吗 你们继续啊 我先走一步了啊 师父 这么晚了 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们好好吃 我 kilos 你不需要来 可以 这么ftig 走 走啦 怎么那么咸 不咸 你这都吃了半碗了 才觉得咸呢 心情不一样 味道能一样吗 是吧 是吧 您走 我有重要的事 你出去吧 今天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家的一点私事 还让您专程跑一趟 其实我是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 我在找鉴定机构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包括你的讲座 你在网上的专访 我都看了 但我更看重的 是你在业内的名声 我在业内的名声 对 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 所以这一次 我是专程回振西来找你的 从诺信找到了安和 这才终于把您请了过来 我本人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想请您帮忙 做一份亲自鉴定 但是在做鉴定之前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请讲 我不喜欢兜圈子 就直说了 你也晓得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凡事都要对自己负责 对公司负责 对股民负责 但除了公事之外 我不希望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博大众也求 对公司的股票 产生无畏的影响 所以 在做鉴定之前 我需要你把这份东西签了 非司法要求的亲子鉴定 本身就是不公开的 鉴定委托人有权 不提供任何证件 也就是说我们鉴定中心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份鉴定委托书是您做的 其次 样本自行取样 鉴定结果只会提供给您本人 也就是说这份协议签 或者是不签 您的隐私都会受到保护 你可能不了解我做事的态度 如果可做可不做的事 我一般都选择做 不好意思 林总 我做事情也有我自己的原则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亲子鉴定师 是 董主任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 在正西也是开自媒体公司的 我弟看不惯我 但我喜欢他 我就喜欢他这种 看不惯我 又弄不死我的样子 所以说你们两个找我来 到底是谁要做 我俩 都做 和同一孩子分别做 看看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爸 听起来是有点狗鲜 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那时候我俩都还年轻 正在创业 租住在文革华花园的三居室里 我们招了一个国内学设计的女孩子 和我们一起干 那女孩我没记错的话叫 翟若曦是吧 当初你招她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女孩太漂亮了 不靠谱 你非要招人家进来 结果呢 我们生意刚刚起步 她俩就好上了 那女孩成天来我们家 那儿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不信 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恶心 后来从别的朋友那儿听说他自己把孩子生了下来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滑稽 以为把孩子生下来就能吃定我了吗 你怎么不想着他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对你还有感情呢 还不晓得孩子是谁的 就说对我的感情 要真的他对我有感情 他会跟你上床吗 那天我喝短片了 没准就像他自个儿说的那样认错人了呢 我俩哪一样 他能认错 你要是同情信犯了怎么不早把他收了 他是你女朋友 没准你俩早在一起了 林豪君你说这话真的是太可笑了 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你没有了 还有这个 我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 董主任 他跟你签的吧 哎呦 郝俊啊 你自个儿千天外险出来的亲子鉴定室 你自己都不相信还跟人家签这个 信任 你跟我谈信任 你晓得我当天经历了什么吗 我一天之内 我两个最信任的人辜负了我 你要我怎么信任 你告诉我怎么信任 我还能信任谁 别吵了 我签 现在可以去取样了吧 我签 这都还不回来吗 都这么晚了 下班时间呢 都 这么重要文件他还不拿 该不会不回来了吧 喂 我还是 爱回不回 果然 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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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